1999年,中国入世在经历了上百次谈判后,终于迎来了最终的谈判。 这次谈判,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临现场,下场与美方代表对话。 然而就在谈判的尾声时,朱镕基突然拍桌而起,引来了蛮肠哗然。 朱镕基为何突然拍桌?这次谈判的最终结果又如何? 摆脱一下世贸组织,了解更多相关信息。 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,国内市场一步步走向开放, 而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融汇贯通,也是一件必然的事情。 邓小平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,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,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。 从1986年开始,中国就成立了入市小组,积极准备入市材料。 然而入市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容易,国内和国外的压力都很大。 先说国内,加入世贸组织之后,对于我国商品出口无疑是有利的。 但对于外国商品进入我国却是不利的,尤其对我们的本民族企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。 以汽车举例,原本外国汽车想进入我国市场需要缴纳大笔的关税, 可入市后关税大幅度降低,外国汽车的售价也降低了。 在价钱差不多的情况下,消费者自然愿意选择性能更好的外国汽车。 本土品牌反而是无人问津了。 再者,一旦中国放开市场与外国商品一起涌入的还有外国资本, 这些资本很可能会收购控股中国企业。 这些问题都是百姓们所担心的。 再说来自国外的压力,我们不愿意进入世贸, 海外国家同样百般阻挠我们加入世贸, 其中以美国的态度作为坚决。 他们多次提出,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矛盾, 不愿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。 从1986年到2001年,这15年时间里, 中国为入世共举行了320余次谈判, 就连国务院总理都换了三位。 一直到朱镕基在位期间,中美谈判才算真正有了进展。 1999年11月15日,中美两国就中国入世进入到了最后一轮谈判, 总理朱镕基也出席了。 可见我们对此事的重视,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国家, 在中国入世问题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, 搞不定美国,中国恐怕难以入世。 在谈判的一开始,美国上来就狮子大开口, 要求我们签订农业协定、服装贸易协定、纺织品协定。 外境贸部副部长龙永图,听到后很着急, 几次给朱镕基递条子, 表示国务院尚未授权,不能同意。 然而朱总理却深知,这是中国入世最好的机会, 因此他在考虑之下, 同意了美国的这三个要求。 听到朱镕基答应了美方的要求, 龙永图的汉顿时下来了, 再次给朱镕基递纸条,想要阻止他。 谁想这一次,朱镕基突然转身拍桌而起, 大喝道,不要再递条子了。 朱镕基的怒喝声, 不只镇住了龙永图, 也镇住了美方代表。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, 朱镕基一改之前的随和, 突然对美国提起了要求, 我们在前三个问题中, 已经做出了让步, 现在该你们了。 若是美方同意, 我们马上就可以签约, 若是不行, 那此事便作罢吧。 此话一出, 美方代表面面相去, 他们也知道, 自己已经提了太多无理要求, 若是无理取闹, 中国很可能真的会撂挑子走人, 到时候损失的可是他们。 就这样美方代表在朱总理的威慑下, 在协议书上签了字, 这场中美谈判正式落幕, 美国的退让意味着中国半只脚踏入了世贸, 事实上朱总理一早就看出了美国的小心思, 因此才欲擒故纵, 故意在前三个问题中做出让步, 可龙永图没能理解, 屡次地条子打断了朱总理的谈判节奏, 他这才发火。 而在后面的几个涉及到根本利益的问题上, 朱镕基却坚决不让, 这样的以退为进, 震慑住了美方代表。 朱镕基的这场谈判大获成功, 两年后中国正式加入世贸, 就此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新篇章。 大家对中国加入世贸怎么看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, 我们下期再会。